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美科技戰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美國政府針對華為所採取的圍堵措施 一浪接一浪 到今個禮拜初的時候 簡直就是上到高潮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一口氣就將38家華為核下的子公司 列入了所謂的實體清單 即是黑名單當中 而在上個禮拜 蓬佩奧結束了他的東歐之旅 說服了包括斯洛文尼亞 在內等幾個國家 棄用華為的5G網絡設備 故此華為在歐洲的市場 已經遭到美國的封殺 註定是沒有運行 於是華為也要尋找出路 根據最新的報道所說 華為最新的落腳點選擇在非洲 發展他們的5G網絡 打算在非洲殺出重圍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日經新聞報導所說 非洲多國都傾向採用華為的5G技術和網絡設備 這就是跟美國說要封殺華為的取態 完全是南沿北撤 保持著相當遠的距離 南非更加率先在非洲大陸 採用華為提供的5G專用通訊網絡服務 今天在7月份舉辦的華為線上活動當中 非洲企業的身影也是隨處可見 當時南非通訊部部長阿伯拉罕說明 正在和包括華為在內的中資企業展開合作 另外肯亞最大通訊商的CEO也說到 將會選擇採用華為的設備 到底有甚麼因素驅使非洲多國家要採用華為呢? 首先價錢夠低 報導引述了一家非洲市場調查公司的報告所說 說目前非洲有七成的4G基地台 都是華為製造的 倘若他們在升級到5G期間 突然轉用歐洲的愛納遜或諾基亞 成本就會變得相當高昂 使得擺脫華為變得毫不現實 為何華為的網絡設備可以賣得這麼便宜呢? 正正是美國政府指控華為的地方 美國政府說華為在收取大陸政府巨額的補貼 至於去年華爾街日報也有一篇報導出來 說在這麼多年以來華為收取大陸政府的補貼 金額是去到750億美元 折合大概是5800億港元 故此 美國政府經常說 這些就是為之不公平的競爭 當然華為是有反駁的 好了 至於第二個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根本上美國是邊場莫及的 雖然美國政府事實上公佈了所謂的實體清單 但只是針對歐洲國家有效 為何呢? 因為歐洲國家和美國之間的經貿來往比較緊密一些 若然他們不聽美國的禁令 分分鐘會招致到一些損失 但非洲國家就不同了 他們的確是有這樣的本錢 有這樣的本事 不聽美國的指定 他們根本上和美國在各個層面的往來 都是非常疏遠 無論是政治上 經濟上 貿易上 和美國都不是說有很大的交集 反而 他們和大陸之間的往來就頻繁很多 起碼來說 大家都甚少聽到美國國務院有些什麼官員 經常會去訪問非洲 又或者是會和非洲國家的領袖通電話 最多蓬佩奧都是去東歐國家 但是 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就不同了 經常都和非洲國家的領袖通電話 而且又曾經搞過中非合作論壇等等 故此 就營造到一個相當親密的氛圍出來 更何況就是 中國很喜歡搞大撒幣的外交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顯示 在2018年度 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額度 是達到460億美元 對於很多非洲國家來說 中國已經成為了他們的最大貿易夥伴 而且中國還很喜歡仗義蔬材 向這些國家借了不少錢 比如說在今年7月的時候 客墨龍建了他們的政府大型數據中心 錢從何來 正正是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批給貸款 那些設備又是從何而來 就是由華為提供相關的設備 所以就是大陸借錢給非洲國家 然後這些非洲國家買回華為的設備 所以真是一條龍服務提供 除此之外 有部分非洲國家和中國都挺情投意合 尤其是在監控人民和政敵方面 比如說烏干達和江比亞政府 為了監管反政府人士的通訊 而利用了華為的技術 所以綜合了這麼多因素 非洲國家的確不需要理會 美國所實施的禁令 他們的確有本錢有本事 問題就是 華為現在選擇在非洲大陸的樹 就是大展拳腳 打算在當地突破美國的封殺 但是來講 究竟這些非洲國家 能夠為華為帶來多少盈利呢 究竟非洲人民對於5G網絡服務的需求 有多因切呢 我是打了一個疑問 不過在大陸方面 就著這個議題 似乎真是自信心爆棚 氣勢如虹那樣 昨天大陸的官媒參考消息 這份報紙的名字 叫參考消息 他們有一篇評論員文章 就是這樣說 說美國對華為發起致命打擊 中國人沒有害怕過 裡面舉出了四大論點 首先他們說 中國是必將採取必要措施進行反制 不過在這篇評論員文章裡 完全找不到一個具體的反制措施 也就是空談 從實際的意義上來說 如果反制措施不對等 根本上等同於無效 反制一定要對等 甚至超越對方的制裁措施 這樣才顯得效果 如果大家看看 大陸的半導體技術 落後美國這麼多年 你怎樣做到一些對等的反制措施 令美國有痛感 難道你說 以後大陸生產什麼好貨 就不會出口去到美國 以後華為生產的智能手機 就不會軟銷去到美國 那你就不是在反制美國 而是在反制自己 或者說 蘋果現在在大陸 設這麼多工廠 他們的生產成本 就有限 但是標價就很高 蘋果公司 就賺了很大部分的利潤 難道你說要反制的時候 就說不讓蘋果在大陸設廠 只不過是會導致大陸工人 沒有工作 所以任何在科技層面 說要提出反制 到最後都難免淪為空談 因為中國的科技的而且確 就是落後於人 你說要反制的時候 到最後難免都會影響中國自己本身 好了 第二件事他們提出的就是 中方從來不曾畏懼外界的技術封鎖 裡面提到 毫無疑問 美國的限制措施 將對華為及其供應商造成影響 此前曾經有媒體報道說過 說受到美國對華為供應商施壓影響 華為在下個月將會無法生產旗艦的麒麟芯片 就是說 他們就出不了那些麒麟手機 因為根本上連那個芯片都製造不了出來 但是他們就說 技術封鎖從來都嚇不到中國人 如何如何 自力更生 艱苦奮鬥的兩彈一星精神 至今仍然在激勵國人 這些無非就是用來提振本身的士氣 等同於胡錫進說 中國在軍事實力上的確落後於美國 但是中國有的是什麼 就是底氣 中國有的是什麼 就是道理 就是講這些 因為事實上就是技不如人 所以就要講一些完全量化不到 不科學的東西出來 你不畏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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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落後 哈哈哈哈 你畏不畏懼 怎麼知道 這是無關痛癢 第三就說 美國的半導體行業將成為大輸家 那就是用石頭來打自己的腳的論調 但是現在特朗普就說明了 人家的記者就是問他 說你去封殺這個微信的話 隨時會使得iPhone在中國的銷售大跌 特朗普就說不要緊 所以你說美國的半導體行業成為大輸家 可能特朗普都覺得根本上不要緊 他有更加遠大的目標想做到 最後一點他們就提到 說美方打壓中資企業 難以獲得國際認同 這個我覺得他說得對 對了 這個是 國際真的不認同 不過這個國際就不是第一國際 而是第三國際 哈哈哈哈 很多非洲國家都不認同 他們採用這些設備 朝鮮也不認同 伊朗也不認同 所以真的國際不認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